香港最近落實了港版國安法 香港一群反共人士、黃絲、暴徒 全部都很擔心 他們擔心香港變成一國一制 他們擔心香港沒有言論自由 他們更擔心香港依然入罪 於是他們現在開始紛紛準備後路 準備逃亡 現在英國方面最新消息公佈了 他們說可能將持有BNO人士 在英國逃留期限延至一年 以及允許他們在英國工作 我想跟大家談一談 究竟為何英國現在突然會大發慈悲 目的是怎樣 以及真的通過國安法之後 是否香港有大量人士逃亡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下小鈴鐺 以及將我這段短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最近英國方面 外相南通文表示 很關注香港通過國安法 以及他們認為他們有異務 以及有到以上的責任幫助港人 所以現在他們準備將這是BNO 即是英國是括弧海外護照的持有人 在英國的居留期限由半年 延至一年 從過去是不准工作 而轉為可以工作 這個轉變很明顯 似乎是幫助香港人 尤其是幫助那些暴徒 或反共人士 如果他們在香港 真的並無後路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究竟為何英國突然間會大發慈悲 大家可以看看 我記得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前 曾經出現過越南船民問題 當時越南剛剛是共產 而大量的越南國民 紛紛頭奔老海 乘著小艇或漁船 漂流到公海 漂流到香港 抵達香港之後 香港政府擔心他們成為香港的負擔 所以不讓他們成為香港人 當時來說 亦是將他們有秩序的集體 運到這些集中營 等候全世界每一個國家 私人援助 安排他們 去全世界各地生活和居留 當時全世界都不肯 而美國在越南發動戰爭 到以上它應該收益所有越南的船民 但美國並沒有這樣做 至於英國方面亦是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 即是英國都應該到以上 承擔香港的部份責任 同樣來說 英國都是完全不肯負責 所以越南船民滯留在香港的問題 相當之耐 亦是成為香港社會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了 現在幾十年之後 英國政府突然間放寬了這樣的政策 放寬移民政策 突然間對香港人這麼好 我就記得 在1984年中英談判 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 英國亦都是 擔心香港人大批地移民去英國 所以他們就關了後門 就是將香港土生土長的那些市民 他們本來是可以有英國的護照 而他們將這個護照分為兩種 而香港人所持有的那種 就叫做BNO 英國豁護海外護照 好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當時英國都是不願意負上這個道義責任 香港當時很多人很擔心 他們都不肯收留 只不過是給你一個護照 你可以去英國旅行 又或者可能在英國暫時的居留 而居留期間亦都不讓你做事 那為何現在 事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突然間英國會將這個BNO 是可以平權等於英國護照 大家去想深一層 其實我相信是因為英國現在脫了勾 英國脫離歐盟 所面對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就是英國的經濟可能步入衰退 以及英國現在的經濟亦都是走下坡 所以英國現在正在想很多方法去刺激經濟 英國為何會脫歐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英國不想有太多那些難民湧進去 不想有其他國家的難民湧進去 令到英國方面 無論社會福利 或者英國的平均 國民收入 全部都拉低了 你可以看到 其實英國方面對這些移民是很有選擇的 以及理論上來說 是排擠這些難民的 而他對香港現在突然間 伸出橄欖枝 突然間對香港人這麼好 是否真的他們完全把他們的性格 把他們的本質改變了 其實不是 我估計他們 是因為看中了香港人 平均來說都是比較有錢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香港 樓價高漲 如果你擁有一層物業 已經是動節過千萬計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 每一年 這個有調查報告顯示 香港是全世界產生富豪最多的地方 這些富豪不是說幾千億的富豪 是說億萬富豪 千萬那些富翁 是全世界最多的地方 所以他知道 如果大批香港的移民 即是說 會有大批的財富轉移到英國 這一點對刺激 現在英國的經濟相當有幫助 所以他們不希望其他國家 例如非洲 或者其他比較貧窮國家的難民湧入 但對香港這班反共的難民 是無任歡迎的 這個情形 美國亦是 你看看美國當時 越南船民去 完全不願意負上任何道義責任 美國在越南打仗 打了這麼久 生靈塗炭了這麼久 當時來說 越南一大批難民走出公海 你美國一定要承擔這樣的道義責任 但當時美國是毫無道義可言 今天蓬佩奧竟然說是歡迎香港人去美國 為甚麼 可能是美國方面現在很缺乏勞動力 還有有機會是因為香港人比較富有 所以特朗普上任的時候 他寧願花費很多錢 起到遺難 起到長城 攔截墨西哥的難民 他不願意墨西哥的難民湧入 但對香港這班暴民 對香港這班很有錢的反共人士 就無任歡迎了 大家可以看到 原來西方國家所有道義上的責任 所有表現出 很有人道的精神 全部建基於金錢方面 你有錢 他對你好 對你人道 你沒有錢 你好像墨西哥的難民 你好像越南的船民 他不理睬你 眼尾也不看你一眼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台灣 台灣這個地區 這麼貧窮 還有他的人均產值這麼低 比香港這麼多 較早前香港這麼多暴徒 在香港落難 擔心被通緝 而紛紛逃亡去台灣 香港黃之鋒甚至去見蔡英文 他哀求蔡英文 落實了這個難民法 因為在台灣並沒有通過難民法 所以他理論上不需要 對全世界的難民施任何援助 黃之鋒去求蔡英文 希望他落實了這個難民法 讓香港的反共人士有條生路 但蔡英文已經一口拒絕 最近來說 蔡英文更加在Facebook 說明不會收香港的暴徒 但反觀美國英國對香港這群暴徒 這群反共有錢人 是十分之歡迎 似乎蔡英文的心機 是不及英國和美國的政客 好了說了這麼多 大家又覺得香港會不會有這麼多難民 將會逃亡呢 我相信是沒有的 因為1984年的時候 曾經香港出現過一次逃亡潮 移民潮 當時移民的人 十多年後 在香港回歸之後 紛紛回來香港發展 大家都知道當時他們的決定是錯的 當時他們那麼怕共產黨去移民 是錯誤的抉擇 好了今天來說 好我相信人們已經學精了 所以這次暴動這麼久 樓價是沒有跌過的 不同當年 當年樓市是大跌 所以我相信資金不會外出 反而大家要小心把握機會 我相信很多資金 就等著你們這群人沒有信心的時候 他們就會進入香港取代你們 到時你們這群反共人士 越反越窮 好了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抱歉各位